90后 95后他们找对象说实话 比70后 80后更健康 他们之所以没有嫁出去 并不是因为他们嫁不出去 是因为他们一直想嫁给爱情 所以喝一杯咖啡 让自己的生活停留一下 喝一杯咖啡 也许开始一段美妙的故事 你要打造一个社交圈 把这个东西内容再做一做 我告诉你 你那个地方会爆仓的 我来自四川成都 因为我是一个热爱生活 然后喜欢咖啡的家庭教育指导师 我也在全国会讲一些 家庭教育和幸福规划的个程 所以我在成都就把我的工作室 和一个咖啡馆就融为了一体 除了我在外讲课的时间 然后我基本上就会在上午 在我的工作室做一些咨询 下午基本上我就会贩卖我的生活 比如说做做咖啡 然后弹弹吉他 同时在我的咖啡馆里面 对接一些资源 然后因此让我的全国各地的学员 然后就非常喜欢我的这种生活的模式 所以就在今年 然后我就做成了一个全国的一个连锁品牌 然后在这个咖啡店里面呢 我现在是以咖啡为链接 但是我咖啡是免费的形式 以会员制的形式呢 在咖啡馆里面进行一个社交场所 主要是以故事会 音乐会 读书会 包括talk show等等 然后来开展 现在我有一个困惑 就是张老师刚才提到了 在视频号上做一些分享 而我目前呢 我是对标就是做一个官方的一个视频号 就有一些困惑 这个不太清楚 现在是以哪一种形式在视频号上传播 更有利于我的品牌的一个 你开视频号 做短视频和直播的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找用户还是找加盟商 其实品牌的影响力找加盟商 找加盟商 大家听明白他的商业逻辑没有 以咖啡作为入口 链接一帮爱生活的人 然后在咖啡厅打造一个社交空间 偶尔可以呢 搞搞这个家庭教育 有时候呢 也搞搞脱口秀 其实他不是为了卖咖啡 他是以咖啡作为入口 打造一个社交空间 聚聚一帮爱生活的人 成为他的会员 他是卖会员赚钱 我也没把你的模式讲清楚 是这样的吧 是的 OK好 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来 很有意思啊 所以卖咖啡不是为了卖咖啡哦 咖啡作为入口 打造社交空间 旧商业时代叫物以类聚 新商业时代叫人与群分 理解什么叫人与群分吗 就是你们喜欢养狗的人 和我们不爱狗的人 是走不到一起的 对吧 你看张老师 我确实不太喜欢养狗啊 但是呢 我有一次和一个养狗的朋友 交流完了之后 我特别的惭愧 我说你啊 自己都养不活 你还去养个狗 你到底是为了什么 男朋友也不找 他说你不懂 你知道吗 在狗狗的世界里边 主人是他的唯一 这个世界上 我能够成为一个生命的唯一 我每天回到家 狗狗都是非常热情地欢迎我 你爱他 他爱你 你不爱他 他还爱你 你宠他 他爱你 你打他 他还是爱你 他说男朋友有那么忠诚吗 问得我哑口无言 你知道吗 瞬间我自己觉得好惭愧 所以在我们理解狗狗是宠物 在他理解狗狗是他的家人 前段时间你们没有看一个新闻吗 说一对夫妻 两个人结婚 七年没有生孩子 养了一只狗狗 然后两个人离婚了 去打官 要争夺狗狗的抚养权 然后法院判说狗妈妈 陪狗狗的时间多 所以判给了狗妈妈 但是狗爸爸有探视权 并且支付抚养费 这个不是我编的 真的有这个新闻 所以我在跟你讲什么 但是在怕狗的人的世界里边 他是完全理解不了的 这是什么逻辑 所以你看你今天 你在做这个咖啡入口 但是你现在的人群 因为你的信息有限 我也没有去过你的点 因为我家在成都 有机会可以去一下 就是你到底是 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社群 就这类人群的标签是什么 比如说曾经原来北京 有一个做咖啡的 他是怎么玩呢 交三万块钱 你进入我这个咖啡馆 三万块钱喝一辈子咖啡 妈呀三万块钱喝咖啡 喝到什么时候 他不是为了卖咖啡 他是打造一个创头圈 就是每周二和每周四 有投资人在那个地方看项目 创业者就可以 每周二每周四排队 可以上台录演 每个人录演 大概五分钟到八分钟 所以他其实不是做咖啡 他是以咖啡作为入口 打造一个创业者和投资人的社交圈 所以我希望你那个圈子更精准 到底你那个圈子是来干嘛的 只有一类人会跟一类人玩 一个圈子和一个圈子玩 你到底是什么圈子 你回答我这个 我现在只做黑咖啡 主要是针对热爱生活 还运动健身的人 运动健身 减脂是吧 对 好来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 来 我给你延展一下好不好 这个可以的 健身 健身的目的 难道是为了健身吗 要不要让我讲真话 健身的目的是为了吸引异性 为什么男生要练六块腹肌 因为小姐姐们喜欢 为什么女人要练马甲线 因为闺蜜会嫉妒 你今天打造一个健康黑咖啡 小哥哥们练成六块腹肌 小姐姐们练成马甲线 如果你还要打造一个社交圈 喝一杯咖啡 也许会开始一段不期而遇的故事 就不一样了 所以你以为你是来喝咖啡啊 爱运动的人和爱运动的人在一起 喜欢跑步的人和喜欢跑步的人在一起 90后95后他们找对象 说实话比70后80后更健康 为什么 因为他们的物质已经很丰裕了 所以呢你看70后80后 那个时候找对象 看重车房 95后00后 说实话 老爸老妈已经给你准备了车和房 买不起的就彻底不买了 买得起的家里几套房 所以他们现在更追求一种东西 95后追求一种东西叫三观一致 什么叫三观一致 你认为奋斗的一生才是精彩的一生 他认为躺平的一生才是充实的一生 你们两个价值观都没有对错 一个喜欢适合远方 一个喜欢奋斗拼搏 你们都没有错 但是你们在一起生活就有很大的矛盾 所以你看你建立这个社交圈 我们要工作 我们要奋斗 但是我们要生活 我觉得赚钱固然很重要 六块腹肌也重要 要美 要健康 要时尚 所以你打造这个小哥哥 小姐姐圈子 很好 但是如果你能搞一些社交活动 再加一些读书会在里面 要给他们展示的机会 一个书店不要卖书 要卖会员 你喜欢武侠的书 你喜欢餐饮的书 你喜欢这个旅游的书 每周二 每周四 可以选三到五个小姐姐 小哥哥来分享书 为什么要让他们分享 分享就是给他们展示啊 展示完了之后 可能就会产生美妙的爱情嘛 你看有一个咖啡厅 是怎么玩的啊 周二和周四 单身女生免单 为什么要免单 因为男生可以付费啊 理解这个意思了吧 所以你看 你要打造一个社交圈 就是爱生活 爱健康 爱美的一帮小姐姐 他们独立 他们自信 他们热爱生活 他们期盼爱情 他们之所以没有嫁出去 并不是因为他们嫁不出去 是因为他们一直想嫁给爱情 所以喝一杯咖啡 让自己的生活停留一下 喝一杯咖啡 也许开始一段美妙的故事 你把这个东西内容再做一做 我告诉你 你那个地方会爆仓的 也许人家买一张你的卡 不是来喝咖啡的 人家是来寻找爱情的 寻找三观一致 来寻找六块腹肌的 我跟你讲哈 这一段解答到互联网上 马上又是十万赞的点赞 所以张老师生产爆款的速度 是越来越快了 好吗 掌声鼓励一下 好吧 行销的最高境界 是让销售这个环节变得多余 一个男孩在追女孩 跟女孩说 亲爱的嫁给我 我会爱你一辈子 这叫推销 咱们现在就去结婚 我把车子房子都写上你的名字 这叫促销 你人都没有出现 坊间都是你的传闻 整个村里的女孩都想嫁给你 这叫营销 一见阳过物中生 所以我们很多的老板 或者传统企业 花了很多的时间 去研究怎么做推销 怎么做促销 但实际上没有懂真正的营销 实际上促销这件事情 对品牌的伤害是很大的 咱们到很多大牌去 像苹果 特斯拉 我们到他们的终端门店去 你没发现 他们的销售人员 其实不怎么做成交的动作 对你的态度就是无所谓 爱买不买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营销 已经很成功了 所以先定义客户 再定义用户的问题 再定义用户的痛点 再去定义产品 当然我们很多企业搞反了 产品已经出来了 研究流程 研究话术 然后最后去怎么成交 好搞定客户 这个要不要做 要 但是它已经很弱化了 是因为你的营销做的差 所以你才去花更多的时间 精力去做销售 所以营销的最高境界 是让销售这个环节 变得多余 那么你现在的企业 是营销化的时间更多 还是销售化的时间更多呢 如果你是一个小白 如果你正在想创业 那么老师建议呢 不要盲目的去创业 当你没有掌握创业的方法 和逻辑的时候 更不要去裸奔创业 那么你将付出的代价 是非常大的 以其这个样子啊 不如沉下心来 先学习一段时间 那么老师建议呢 先学一学老师的课程 叫天地人望 全取到增长 这是老师自己都 非常喜欢的课程 非常适合创业小白 因为这个课啊 讲得非常的落地和实操 也讲的是深入浅出啊 每一个人都能听得懂 那么我们怎么去找用户 我们怎么样去设计 我们的流量漏斗 我们如何低成本 高效率的获取流量 流量来了之后 如何去变现 因为这个时代啊 不缺产品 不缺服务 而是缺客户 不管你是做贸易业 做销售业 做服务业 实际上你做任何行业 你都要解决一个问题 用户在哪里 我如何获取我的用户 这一关如果解决了 实际上你创业 80%的问题都解决了 那张老师把它总结为 天地人望 天网呢 是做内容和传播 获得营销的制空权 地网呢 是做有温度的体验 和高效率的转化 人网呢 是做用户的自动传播 和裂变 那么张老师在这个 视频课里面 会讲得非常的清晰 欢迎大家 在小黄车的部分 去了解老师的这一堂 天地人望 全渠道增长路径的设计